大家好我是嘉峻老师 我们接下来去解这个19年的 学年考 section b 的第十二题 题目给我们的条件是 sin θ 加cos θ 等于α 就是一个代号 θ 是一个 acute angle 的情况底下 要求我们把这两个表达是用α来来 表示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的 a 小题要去做sin θ cos θ 看sin θ 乘cos θ 是这个东西 我们会先把题目给我们的 sin θ 加cos θ 等于α 写出来 然后我们对这个方程式的左边和右边 可以整个方程式去取平方 可以两边一起去取平方 取好平方之后我们去做展开 左边的地方是sin θ 加cos θ 展开 所以我们会有前平方 加二前后 加后平方 会等于α平方 所以sin θ 和cos θ 相加是identities 的1 所以我们会有2sin θ cos θ 会等于α平方 减去1 可以搬到右边去 然后题目要我们找的是sin θ 乘cos θ 它就会等于α平方减1除2 可以就会得到这个a小题的证明哦 所以这是a的部分 好 b小题的地方 我们要去做6次方哎 k 我们要去做6次方 这6次方的做法有2个 我们先处理第一个 k 第一个方法是我们要直接用 sin θ 加cos θ 取3次方 k 就不能够从这边开始啊 因为如果我们要去做6次方哦 你去做这个东西 的6次方展开的话 那个流程会很恐怖 所以我们会选择去做平方的 展开3次方 啊或者你做3次方展开平方 应该也可以 k 平方 3次方的展开平方应该也可以 只是就3次方又更麻烦啊 平方好做是因为 他其实就是1嘛 所以今天我把它展开完之后哦 我会得到sin θ 加3sin 4次方θ cos 平方θ 加3sin 平方θ cos 四次方θ 可以我展开完之后会变成这样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133e哦 x 三次方加3x 平方y加3xy 平方 再加上 y 三次方 可以加上y 三次方 所以我其实就是做这个东西的展开啊 我做完它展开之后哦 可以我做完它展开之后 左手边这边其实就是e哦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写成e 然后右手边这边我们要表达的东西 其实是六次方跟六次方的和吗 所以我们就会有 sin 六次方 加上 cos 六次方 这东西是我们要的 这地方我们做筹取 它会变成3sin 平方θ cos 平方θ 画弧里面会是 sin 平方θ 加 cos 平方θ 因为这两个东西我们做3sin 平方 cos 平方θ的抽去 来接下去这边sin 六次方 跟cos 是我们要的 所以把这个搬到左边去 所以我们就会有sin 六次方 θ加 cos 六次方 sin 平方θ会等于1 减去这个东西 然后因为sin 平方θ加 cos 平方是1 所以这边我们其实会有sin 3sin θ cos 平方 就是这两个东西的平方哦 然后这东西会怎样来耶 从 a 角 t 来 可以从我们刚才已经证明过的 sin 平方θ跟cos 的 g 来 所以我们就会有3乘上 α 减 1 除 2 的平方 所以这时候我们通分母 让它变成4分之 α 平方 减 2α 平方 这边是4四方 写错 这边是α 四四方 减 2α 平方 加 1 然后我们再去跟前面的四通分母 我们就会有4分之4乘3 4-3 3乘上这个完全平方式 对你去做这完全方式的展开 你就可以得到题目要我们做的 4-3嘛 所以变成1 然后1-6α 平方 加 哎 倒反了 1加6α平方 -3α 四四方 除4 就会跟你证明到的东西一样 就Prove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可以第一个找3-6α cos 的方法 我们从这边开始做的原因哦 真的就是因为它是 e 来嘛 它是 e 的好处真的很方便耶 我就不用在管左边啊 我只需要理解右边 右边刚好这个3-6α 和cos 是我们要的 中间这边的展开看起来好像有点麻烦 是当我抽取之后这个东西又等于1耶 所以我不停的在用1 让我的整个方程式化简的很很简单 我会当然啦 它必须要用到3-6α 和cos 也就是这个表达式哦 这是很难免的一个步骤啊 可以这是要让大家懂的 好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第二个做法 第二个做法就不是展开哦 第二个做法我们要做因式分解 我们用因式分解的方法来做 可以我们会把题目要我们找的 可以第二个方法 可以题目要我们找的 sin 6α 加cos 6α 哦 把它理解从3次方哦 把它理解成sin 2α 的3次方 加上cos 2α 的3次方 所以这边我们会用的公式 就不是这边写的这个哎 这边这个哦 这个3次方的展开是啊 它是呃 它是x 加 y 的3次方嘛 可以完全立方的展开吗 这个公式是x 加 y 的3次方展开 可以这边我们要用的公式是 如果有一个东西的3次方 加上另外一个东西的3次方的时候 我们可以因式分解成 x 加 y x 平方-xy 加 y 平方 可以我们可以把它因式分解成这样 所以这里的3平方3次方 跟 cos 平方-3次方 他就可以被我们写成 s 平方-x 加 cos 平方-x 乘上 s 次四四方 θ -с 平方-x 和 cos 平方-x 还有 cos 四四方-x 达 他就可以被我们写成这样 好 这边就是1哦 这是好试啊 又是1哦 所以增加密切的东西只有后面哦 但这里我们会需要用到 四四方的公式 就是sin 四四方加cos 四四方 sin 四四方加cos 四四方 就好像我们之前学的 就好像我们之前学的 sin α 平方加β 平方 可以第十一章 学的那个α 平方加β 平方 他其实是可以被我们写成α加β的 平方-2αβ 所以这里sin 四四方跟cos 四四方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把它写成 sin 相公的 然后题目还有一个自己原本的 sin 在平方α 在平方α 在这个地方是这个公式啊 然后题目还有一个自己原本的 3平方α和3平方α 合并起来是三个哦 可以合并起来是三个 但这里是1啊 所以也不用管他要变成1 剪掉会变成3 3平方α和3平方α 可以后续我就不解啊 因为你会发现 他其实坐在这里就跟他一样啊 只是他的步骤就会更特别一点啊 因为他使用的是立方和 可以立方和的音式分解 然后再去做化检 可以后续也会做到这个答案哦 可以还是会用到A小题的啦 所以这个B小题是连接的 就是A小题要先做对啊 不过我想A小题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取平方就能够一项来得到这样 CADES是第12题